大家好,我是爱兰说威子,前几期咱一直在讲浇水,而且很多兰友也是因为浇水感到头疼,多浇点怕烂根,少浇水又怕空根,总感觉是左右为难,上下不适,其实我感觉兰花就是多浇水应该也不会有问题,我认为兰花烂根的根本原因在于种植兰花的植料,也就是兰花在养殖过程中所用的土,兰花是气生根,肉质根,最怕不透气。 一旦不通透了,根很快就会烂掉,所以今天咱着重来了解一下符合兰花肉质根生长的植料都有什么,如何根据自己养兰花的环境来对植料进行适当的变化,首先咱应该知道兰花的植料必须要有的特性。 第一,透气性,因为兰花的根是气生根,必须要生存在一个透气不闷的环境里,比如夜生的兰花都生长在蓬松透气的土壤里,就是为了透气,如果不透气,兰根很快就会因为无法呼吸而腐烂。 第二,保水性,兰花植料不但要有透气性还必须要有比较好的保水性,光透气没有水分,兰花是一定活不了的,所以保水性也是相当重要的。 没有水分的滋润兰花也只有死路一条了,透气性和保水性是兰花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,所以我把它俩放在了第一和第二,那么第三就是植料应该有一定的养分。 大家都知道,我们养兰花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让兰花不死,养活就好,所以兰花要想生长得好,生长的状就必须要有养分的供应,所以在选择植料上,就需要植料本身有一定的养分可以供给兰花使用。 第四呢,就是要有一定的附着性,这一点是很多朋友忽略了的,大家可以试想一下,如果植料没有附着性,不能很好的和兰根贴合在一起是啥后果呢? 是不是有水喝不到,有肥用不上呢?就好比我们又饿又渴,突然发现了驴肉火烧和可乐却吃不到喝不到,最终被饿死了是一个道理呢? 哈哈,普及一下河北宝丁小吃驴肉火烧,老好吃了,如果有兰友到宝丁来,我请你们吃一次,让你们感觉一下,又跑题了又跑题,一说到吃的我就兴奋,嘿嘿,言归正传,兰花植料符合了以上四个特征也就没问题了,可是在咱显示生活中根本呀,反正我是没有找到同时符合这四项要求的东西,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? 答案其实很简单,我们可以用几种不同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来达到想要效果,说到这里我估计有的老兰友一定在笑了,笑我说了一堆废话,谁还不知道这些呀? 还用你来讲,不错,这些道理可能大家是知道的,但是我还是想老到重谈一下,毕竟有很多新兰友是不明白的,有很多人知道养兰要用颗粒植料,特别是室内,可是为什么用颗粒植料并不是很清楚,颗粒植料里面都是什么,又分别起到什么作用? 现在我简单的说一下植料的特性,第一个应该是大家很熟悉的植金石了,植金石的优点有很多,透气,吸水快,可以缓慢的释放水分等,植金石是很符合植料特性里面的第一和第二项的, 还有像火山石,珍珠盐,老青砖颗粒等都比较符合第一二项,这几样相比植金石是最好的,可是植金石的价格也是它们中最贵的,符合第三项的也就是含有一定的养分的油,松树皮,栗树皮,橡树皮,花生壳,椰康,松筋等,这些都含有一定的养分,都可以满足兰花生长作为肥料的补充,当然,我刚才说的基本都是硬植料, 颗粒状态的,软质料有辅液土,但是我不建议新兰油使用,因为浇水的量不好控制,说到这里我要说一下花生壳这个东西,好像是从两三年前吧,我发现网上有大部分用花生壳养蓝怎么好怎么好的文章和视频,我是不认同这个观点的,我也基本不会使用花生壳,首先花生壳腐败得太快,不到一年基本就成了碎末状态, 对于咱们家庭养蓝花来说太麻烦,第二,花生壳一旦腐败,形成的碎末就会慢慢沉积到盆底造成透气变差,从而可能导致蓝花烂根,第三,花生壳腐败后会造成花盆里的植料塌陷,同样会造成透气性变差,第四,花生壳很容易滋生细菌,而且还容易长小虫子,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,发花生壳好的文章和视频的人基本都是一些蓝院,他们的环境不知要好过家庭养蓝多少倍,他们的通风,用肥,浇水,湿度,温度都是我们家庭养蓝不可企及的,我们阳台党本身通风条件就不算好,所以我奉劝各位还是放弃花生壳吧, 接下来咱们说一下附着性,这个还是很容易做到的,我们可以把植料的颗粒分成大中小三种,在种植的时候不要用过大的植料就行了,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植料的比例,举个例子大家一看就明白了,植金13,火山13,珍珠岩1,树皮2,然后大家再根据自己的环境来做适当的调整就可以了,我是爱兰说威子,这期视频就结束了,欢迎大家 评论区留言,关注我不迷路,大家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希望我的兰花小讲堂可以带给兰友们帮助,欢迎分享转发我的视频,谢谢大家的观赏,咱们下期不见不散,再见